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微还ok的时候 你不要在人群间运用小聪明 在里面搬弄是非 或者是拉帮结派 这都是错的 因为不会为你因此而去天堂 只会因此而让你去地狱 那不是很讽刺吗 你是修行人 结果就天地厚爱 让你还觉得ok 结果你在里面走反方向 那不是很笨吗 你是不是那个笨人啊 不是 不是喔 不是 是那个人他轻松 倒死了 现在提醒到你 前一秒钟你是 就算了 我现在提醒了你 你后运了你还是 你就真的是跟自己开玩笑 就是这样 所以上功休克我们就希望 在互相勉励的过程中 我们有些东西可以把它给去掉 不要带了那么多杂印你知道 然后生命里面就天天没完没了 然后一直觉得 从小就一直在运转运转运转 但是命好像一直没有很开朗 很开朗很开朗 那说为什么呢 就为这些小细节啊 但是你说你要麻痹自己 你说我都不要看了 我就长这样 哎呀就这样 我都好我其他都好 就这样而已 就这个就火烧 是不是啊 我们自己的天 所以很重要啊 真的很重要 你说你修修个半斤 修修到最后得到什么 至少每天看到自己的进步 进步进步再进步 昨天犯的今天改了 进步的 对不对 从此不再犯进步 一件进步 一百件进步 很好啊 所以人人看到你 都会看你的互动 跟以前不一样 有人人家看到你 看得像看到鬼一样 你就要知道 你修的不OK了 所以拿起你的镜子 看着镜中的你 到底是真正的你 还是在虚伪的笑容中 看着镜中的你 互相对望 对不对 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面目 你说最后你还是得 对不对 地下一楼 地下一殿 对不对 不是那个 你去的时候会照镜子吗 把你所有今生的事情都照出来 对不对 你说那听说而已 我告诉你 这真的 不是假的 可以见得 有些人要走之前都 劈啪那个画面都出来了 何况是下去了 人家没那科技 人家那边也是 设备很齐全的 价值不菲 知道吧 哈哈哈 唉 就 stay alive 心不菲荣 你